迎接2021包括了雪梨港湾大桥 杜拜哈里发塔 还有纽约时报广场等知名的地标 都有盛大的跨年跟焰火庆祝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其实有更多的国家是取消了庆祝活动 各国的元首也纷纷发表了元旦谈话 其中美国总统川普声称 已经击败中国病毒 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水晶球 随倒数声缓缓降下 现场一片欢呼声 今年因疫情只有荣誉市民可以进场参加 一般民众只能透过直播收看 现场气氛仍算热闹温馨 美国总统川普说 美国已击败中国病毒 似有吹垒又谢责之嫌 疫情目前仍是各国最大挑战 澳洲雪梨港湾大桥亮起璀璨灯火迎接新年 动感音乐强力放松 全球跨年首选烟火 雪梨名不虚传 今年因疫情影响 烟火缩减只剩七分钟 周边也管制 需要通行证才能进入 但壮烈烟火仍受关注 而中东杜拜的哈里巴塔 更没让烟火迷失望 万筒齐发缤纷夺目 加上镭射灯光秀 场面盛大精彩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拉斯海马带来了世界最大规模 长达十分钟的烟火表演 国陵一方面更多国家 因为疫情严重 取消了跨年活动 日本千草寺除夕夜 敲钟108响祈福 而临近的南韩 就连例行的敲钟仪式也取消 疫情让许多国家要求民众 待在家里最安全 市委秘书长谭德塞新年谈话 却遭网友酸问说 是谁一开始说不用戴口罩 迎新划年就连集全国家也没缺席 号称零确诊北韩 今年平壤广场上也有跨年活动 我领导人金正恩却没露脸发表演说 首次以亲笔赫卡取代 东新闻国际中心综合不懂 今天开始有很多的新制度正式生效了 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超跑条款 快速道路加比较国道的超跑条款 将依照新车的价格底盘高度不同 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最贵新车价超过2000万 底盘高度低于10公分的话 就要收费2万块 托断业者说 拖这种超跑堂就怕有损伤 新制上路之后 他们认为比较有保障 超跑发出浑厚的声浪 但超低的底盘 万一超跑发生了事故或是故障 脱掉业者绝对是战战兢兢 万一脱掉过程造成超跑损伤 就怕赚的也不够赔 不少业者拒接超跑的救援 为了反映脱掉的高风险 公路总局比较高速公路 致电了快速道路的超跑条款 只有那个高速公路局有明文规定 1月1号我们公路总局 他有宁定一个新的制度 脱掉费率依照底盘高度分为四个级距 新车价分为五个级距 最低就是新车价200万元以下 底盘高于15公分的车辆1500元 最贵新车价2000万以上 底盘低于10公分的2万元 等于说是车价越高 底盘越低收费就越高 以实车举例 奥迪Q5的脱掉费3000元 保时捷911跑车7000元 要价1260万的麦拉伦GT 就要9000元 当然是现在的新的制度会比较好 因为从以前就是都1500的情况下 遇到一些超跑的车辆 有些脱掉业者他不会想去脱 另外公路总局也表示 配合快速道路脱掉业者 从原本的18家增加到了38家 希望能提升道路救援的量能 也降低了事故对于路况的影响 但脱掉业者也强调 面对这种超跑还是挤不得 不小心如果去碰撞到那个 钱包杆的话 那个赔的金额会比较大 一般脱掉的超跑 都是使用这款全载式的车斗 能够直接载运车体 但就在拖上车斗的过程 超低的底盘 还是让业者绷紧神经 元旦新智快速道路比较国道 让收费的标准更透明化 东三新闻金哲生 吴俊祥张志凯在台中的采访报导 好 只是天气冷 也会让你的电动车 怕冷得要被救援吗 有咖啡店的老板呢 就在脸书颇文 说他的电动机车啊 过冷竟然出现了警示灯号 他说这可是他第一次看到 我们也来帮大家问一问了 这电动车行呢 他们说电动车 其实不管是过冷还是过热呢 这电池效率都会降低 吴俊老师也说了 如果在温度下降的状况之下 会增加电池内的内电阻产生 进了大量的放电 不过车行的师傅说 不用担心啦 说只要更换了电池 还是可以上路 大马路上四处都是电动机车 爬爬灶 吹起一阵电动车风 上班族觉得轻巧又方便 但有民众发现电动机车 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在脸书贴出 第一次看到电动车 天气冷 仪表板竟然出现 系统保护灯号亮起 黑人问号于是po网求助答案 我只有遇过一次这种 骑到过热 因为它电池会显示过热 反正它会有警示高次就对了 它这边会有显示 没有 没有吗 没看过 如果你骑电动车 仪表板出现了异常灯号 不一定是车子本身有问题 有可能和电池也有关系 有人有看过 有人则是没遇过 不用担心 仪表板近视灯号浮现 车厂向我们私下表示 原来电动车电池效率降低 分成两种灯号 高温保护就是过热 是橘色的灯 低温保护呈现蓝色 过冷过热 两种状况换了电池 或是稍作休息 警示灯自己就会熄灭 如果在温度下降的状况下 会增加电池里面的内电阻产生 而造成这一个它放电的状况 会开始往下降 影响到你这输出的功率 所以说当要恢复它原来功率 就是当气温回升之后 那这个电池就回到它原来的 正常的状态 在大陆天气冷 有可能会有门把拉不开的问题 那在台湾的电动车呢 还有电动轿跑车 针对隐藏式车门无法拉开 车厂也回应 如果打不开 可以轻敲把手四周 看看能否弹开 不过只有基地寒冷地区才会出现 台湾又湿又温暖 很少出状况 询问车主开了一年多 把手车门都没出包 霸王寒流来袭 电动车出现罕见蓝色过冷灯号 现在车厂专家答案揭晓 小小提醒车主 电动车怕冷也怕热 灯号出现 更换电池即可 不用过于慌张 电动车保养也同样重要 东三线王俊杰 实际上在台中的采访不到 为了要让国人安心 元旦开始呢 只要市面上的猪肉产品 没有标志清楚 卫生局就可以开发 我们就实际来走访 市面上的小车店或是弹车 有机械者他们忙着备货 第一时间没有把告示贴上 一直到民众询问的时候 才干净补 而知名的吃到饱餐厅 则是做好了万全准备 从餐厅入口 餐台到柜台等等 猪肉产地都写着 一清二楚 为了要让消费者放心吃 2021第一天 不管是摊商还是小吃店 猪肉产地都要标志清楚 走一趟猪血汤店 猪肉是身体的 它肠子里面 因为这个量比较大 所以那个是鲜 摊位旁直接张贴两张检验报告 清楚标志猪肉使用的厂商及部位 全都来自台湾 换间排骨酥店看看 你们要到的部位比较多 然后都有分开来标示 这间店使用的猪肉 一样是国产猪 猪肉品相多 同样把检验报告贴出来给你看 而民众最爱的严肃鸡店呢 那猪脚是台湾猪吗 对 台湾猪 因为我看的前面没有贴出 就是哪里 而且没有它做还没弄出来 突几三间店面 通通都有按照规定 这一次换发财小摊车 老板请问这个是台湾的黑猪吗 对 因为我想说 你们没有贴那个 有 摊车四周怎么找 都没看到产地标示 直到民众询问 老板赶快请员工 从柜子上拿出告示 新智上路的一天 不少店家第一时间忘了张贴 猪脂来源 不过很快就补贴上去 匆忙备战 至于知名的吃到饱餐厅 早在半个月前 从餐厅的入口柜台 清楚标明猪肉产地之外 像这个酸菜猪肉肠猪肉和肠衣 分别来自哪里写清楚 德国猪脚来自加拿大等 每个品项清清楚楚 因为如果被卫生局抓到标示不清 罚单三万起跳 上面都还蛮清楚标志的 所以其实吃起来蛮放心的 台湾本地的也比较吃起来 比较放心这样子 只要和猪肉有关 店家都要清除写明产地 准备上可能麻烦一点 但至少可以让民众放心 在销售上多少有些帮助 东森新闻在高雄采访不懂 好我们马上要来关心的就是呢 苗栗白沙屯的山林大火 是否还在持续延烧当中呢 画面上呢你可以看到好多民众呢 他们路过目击的时候都吓坏了 消防局也指出他们下午就接获报案 可是现场风势助长了延烧 再加上部分地区呢 这消防车是没有办法抵达的 导致延烧至少了三个小时 目前最新状况 联系给我们记者汪子冬 驾驶开在快速道路上 看到远处发生山林火警 火势相当网烈 熊熊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他赶紧以手机录影 录下这火烧山的硬片PO网 事发在苗栗 通宵镇新普里附近山区 消防局在下午三点多就接获报案 不过大火烧了至少三个小时 消防局指出 由于事发的山区 部分消防车无法抵达 加上风势很大 助长或是延烧 他们全力抢救 避免延烧下去恐怕波及 无辜民宅 原代延假寒流来袭 好多民众还是摸黑冲上了武陵和宽山 要看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结果停车场从早到晚 人潮车潮都塞爆了 还有海拔3275公尺的武陵打卡点 也涌现了排队民众 现场宛如是山上小市集 只是人潮一多也出状况 我们就直接到了一个南骑士 疑似天气湿滑过弯的时候 不胜自甩 远淡一大早 河湾山望下去一片雾气 民众才刚跨完年 起了个大早直呼超美 霸王寒流来袭 冻三天还是有人不畏寒冬 趁廉价第一天 一群大学生冲一波河湾山 从早到下午武陵停车场 车子进进出出塞好塞马 还有武陵情知名王美打卡点 人潮到下午依旧多到炸 在上到这个武陵停更是夸张 几乎快要找不到空隙可以占了 那这就是跨年还有廉价的魅力 上荷欢山游客除了追雪 看日出看云海也有人创意发想 希望登山2020的一切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在这个观景平台上面打卡 有一对夫妻带着小孩拿着三个牌子 写着出发希望跟胜利 那他们为什么选择三个字呢 希望胜利出发 就是挥别2020年的 就是比较辛苦的一年 那崭新的2021年 希望就是以希望胜利出发 另外南投百越 峻大山整片云海 和山头蓝天缠绕 宛如仙境一般 有山友摸黑上山 就是要趁云浦出现 好好拍打卡一波 但民众追雪同时我们也直级 竟然有人半路出状况 一名摩托车的骑士呢 他骑车下山过弯的时候 不慎自摔 整个滑落滑到了路中间 事发河湾山根据了解 南骑市疑似天气失滑 在过弯时不慎自摔倒地 这也是今年河湾山 民众追雪第一起车祸 由于盛场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 车流也出现大堵塞情况 连家第一天车潮人潮多 警方提醒民众 上山一定要注意安全 留意车况 山区尽管是开放空间 人潮拥挤 疫情当前还是得注意防疫 明免变成防疫破扣 东森新闻蔡林汉李若珍 在南投的采访不到 东台湾也挤爆了知名的景点 多辆车站还有泰马里 平交道都是人挤人 另外还有在宜兰交际的 温泉公园跟老街 也被涌入的旅客给攻占 电热股更是从早上9点10分 就发起了总量管制 元旦三天廉假 许多民众涌向宜花东 随跨年活动结束 第二天接近中午 许多旅客补眠完都开始往外跑 其中号称全台最美车站的 知名景点多辆车站 民众大排长龙 两体温景站 一堵美丽风景 可以看到多辆火车站这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他们正在等待火车的到来 也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阳光普照的关系 因此海天一色的绝美景色 一览无遗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朝圣 走进多辆车站 观景台栏杆 挤满欣赏美景的民众 就算是熬夜跨年赶来 也不嫌累 连附近摊商也说 今天的人潮比平常多了将近一半 觉得很棒 因为我们昨天这样路过的时候 那个海是灰色 但是今天是蓝色 不会觉得还蛮累的 不会 因为很high 讲到铁道景点 多辆之外 台东还有樱幕花道 我是台湾情子 虽然我的樱幕花道还没有出现 但是在元旦假期 来到相似度99%的 泰马里平交道 还是可以看到不少人来拍照 因为场景酷似经典卡通 灌篮高手的场景 许多民众现场朝胜 甚至有民众穿球衣来拍照 特别穿成这样子 这样的要来应景一下吗 对啊 就是要当灌篮高手 比预计中还不累 还开心 谢谢阿妹 除了自然美景 因为气温偏低 宜兰郊西也成为民众 廉价的热门选择 郊西老街上到处都是人 一旁的温泉公园 池子边做了一整排 大家都来泡脚 区区寒气 今天会不会觉得冷 很冷啊 身体有热起来吗 有 热乎乎的温泉 就必须想到宜兰另一处天然景点 抵热骨 早上九点十分 就因为廉价人潮 启动总量管制 还出动举牌人员 提醒民众注意防疫 因为疫情 许多民众今年不能出国 但趁跨年可要好好玩一番 弥补疫情时期带来的苦闷 东森新闻代志坚 李文庆张良宇 综合报道 全球期待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晚间在魏武营举办户外直播 受到殷勤影响 首次踩十连制 限三千人入场 晚间十点也将于 这电视台全程转播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 年轻记者林玉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新年快乐 那么通话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维也纳这边 真的是相当的热闹 因为是全球唯一一场 维也纳的音乐会 在户外转播 那么其实里面是限定 三千人进去都要实名制 而且都要全程的戴上口罩 因此有些民众选择是在旁边 搭帐篷来一起听音乐会 我们来问一下民众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小姐可以问一下 你今天怎么会特别想要互来 因为魏武营是我们高雄的骄傲 然后我们其实去年 就有来参加这场 然后觉得说难得 今年很多活动都取消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这种 很安全的户外环境 收听全球知名的音乐会 觉得很幸福这样子 刚刚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很悠闲心灵都被洗涤的感觉 没有错真的是全球只有台湾这边 而且只有高雄现在才可以唯一的 欣赏到户外的一个音乐会 但是如果不是高雄的民众也没有关系 因为电视台将在晚间的十点全程转播 这个维也纳爱乐音乐会的所有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表演 那么2021年真的是相当不一样的一年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目前在这边 有一些人都在这边的听这个音乐会 有些人他比较不喜欢进到摇滚去的 他就选择在外面自己搭一个帐篷或者是席地而坐 来感受一下这个2021的一个音乐会 那么如果不能到场的民众也请锁定晚间十点 电视台会全程转播 以上是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 好 谢谢玉姓 今年房市热加上很多企业在台设厂 让营建业缺工白热化 以人力最吃紧的电焊工来看的话 过去一天工资五千 现在飙到八千 而且就算你有钱还不一定可以请得到人 让营建的整体成本增加了两到三成 建商苦不堪言 政府寄出了打房政策 针对的是炒房投资客 可是最根本的缺工没有解决 房价长期走势还是挥不去 忍受风吹日晒雨淋 比起一般工作有更高风险的职业伤害 让台湾的营建业本来就面临人力不足和高龄化问题 现在又因为房市热 加上台商回流扩厂潮 让缺工的状况更加严重 以模板工的工资来看 过去一天大约两千两百元 目前行情超过三千元 灌江也从三千多涨到五千元 而现阶段人力最吃紧的电焊工 从过去五千元涨到八千元 甚至现在有钱也不一定请得到人 不少工程发包还得排队等待 有的一等就是两年 缺工缺料双重冲击下也反映在房价上 央行在12月出手打炒房 希望能打退投资客 但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房价短期间之内那种涨的状况 可能会被压制住 中长期利率 或者说像整个台币的走势 甚至房地产的政策都没有改变之下 中长期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偏向一个走升 专家认为房价长期走势还是看涨 政府现阶段打炒房 打的是炒房的投资客 但营建业的缺工问题没有被解决 盖房成本增加 最终房价恐怕是不得不有所调整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他们选在2020的最后一天 进行了模拟反恐训练 而演习画面现在也曝光了 引发了好多网友在讨论 我们带您看到这演习画面当中 他们是一路海空三军 以丛林追捕海上搜查为主 还在维多利亚港进行了训练 一块来看整个的训练过程 2020年最后一天 香港维多利亚港突然出现多种军武装备 原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进行模拟反恐能力验收 香港岛屿多加上四面环海 海空情况复杂 直升机与舰艇编队会合 开始海空巡逻 严防恐怖分子搭船逃离 画面逼真 这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演练 除了海上搜查 还包括丛林追捕 接获命令特战小组 立刻前往山地训练场 但由于之前才有香港青年偷渡 被广东海警逮捕 并且遭到判刑 例行的演练画面曝光后 引发不少大陆网友热烈讨论